赞放青春 出彩终原 我如果在四千年前 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会感同身受的 来了解古人的文化 来了解咱们祖宗的聪明才智 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喜欢把自己 带入到古人的角色 他们是怎么想怎么看的 他那个科学知识 或什么的不如现代人 但是他的聪明才智 一点不亚于现代人 如果把他放到现代以后 我觉得他也会生活得很好 工作得很好 我现在特别喜欢咱们河南 这个新国风格表现形式 特别特别的推动中华文化 在海外的传播 真的是特别特别棒 把古典和现代结合在一起 用高科系的形式来演示它 来阐述它 真的真的很棒 我希望中华文化是一些 酷的 漂亮的 时髦的 让大家觉得很美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一些很陈旧的 连我们年轻人都不愿意 尝试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 会喜欢上我们的中华文化